哈喽,我是超爱做手工的大懒猫 欢迎进入懒猫的仿真迷你小厨房 视频最后有彩蛋 小可爱们,昨天的鸟有光明都学会了吧 今天又有新的点餐计单了 快来看看是你点的吗 主人,这是今天的点餐计单 草莓冰山奶茶,喵小二 你能分辨冰山和沙冰吗 我真不信 其实老猫也分不清 所以特意请教了照片 原来它们还真是有机会的 草莓冰山奶茶,喵小二 一,食品方法不同 沙冰山的主要原料都是冰 沙冰山冰山冰山更加少量水 而冰山不沙水 加水的沙冰口感更加软粘 没有沙水的冰山口感的 沙冰山入苦料都不同 沙冰山入苦料是在暴冰时 直径在暴冰上的浮复等 打出的沙冰实际可以食用 因为沙冰油为液体 冰中在有苦料的味道 冰山的苦料更倾向于在暴冰后 将苦酱等交在打出的最均化 食用时需要将冰和苦料充分的混合 三,外观不同 沙冰的外观一般是各种颜色的 冰丝细腻 配合冰淇淋等食用 也另有一番口味 冰沙的外观是白色的 冰上顶着各种颜色的辅料 对冰成冰茶状 口感较粗糙 冰成感更强 但回来了 懒妈今天做的大点是冰沙还是沙冰的 这一样是王鲫的 是茶几茶彩的 沙冰的 我没有荒莓 那一片被打出的 我没有荒莓 hakk几茶 虽然是牛鲫的 我没有荒莓 操出的 第一个 就是 我没有荒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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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荒莓 谢谢观看